您坚持这做了十一年了 哎呦 人都说十年磨一剑 那您这十一年了 退了休息做我们就找点事干 那您家孩子说不让您做这个 做的时候您太累了 是啊 告诉你 我给你规定啊 你这个一个礼拜 该到礼拜天礼拜六去玩去 做了真点 那跟您那也是闹意见了吧 没闹意见 没闹意见 他就有点心疼我那意思 是啊 说你别干了 您规定说来的 说这也不缺钱 说您这比较痴迷于这个 我要顾管干嘛 必须投入什么都不行 就专心致志地干这个 对 你就得这样 你不这样你哪干下去 我一干 我跟你说啊 我一干上这个 这头脑什么烂七八 四十三点没全部投入这个 是啊 这一道工序都不能了 而且我看看您好像下午的时候 两点多就开始在这吧 两点多 我昨天三点半昨天睡着了 在这睡着了 不是在家睡着了 三点半说 昨天没出来 昨天出来了 三点半 哦 就每天也得睡一会儿 睡一会儿吧 已经受不了了 那大爷干这多老神啊 那你怎么办啊 那你 好像还这么多粉丝 好像要进打电话呢 才好一个打电话呢 哦 也都是为了说 孝敬老人 对对对对 那这大部分啊 这个字呢 就是孝敬老人的 是啊 那天来的瞧 这波都是这样的 都是送人的 哦都是为了说 送爷爷奶奶这些 对对 不是送爷爷有儿子送爹的 哦 过生日 嗯 干这 那这过生日够集中的 都是这个好春天过生日 全国多少人呗 你得说这个 全国多少人 那全国多少人 您就两只手啊 哈哈哈哈 那您那忙不过来啊 我这想给我弟弟培养起来 我那我就跟他说 我明年那个 他还钓鱼 哦 他不干这个 不是他干活也细心点 是啊 就是一看爱钓鱼的都有耐心 也都是说 就爱钓鱼 我给他准备大鱼缸了 老家那儿玩 啊 大鱼缸 两米多长一米 你能乘两方水的大鱼缸 钓鱼玩 哥那里都养着玩 是啊 那您等于就要把这手艺传给您弟弟 啊我想让他干嘛 大爷您今年六十八 啊六十八 那您弟弟多大 我弟弟五十出一点 哦就比您年轻个十多岁 是您亲弟弟吗 亲弟弟 那您要传着这手艺的话 也得慢慢的教啊 就得慢慢教啊 慢慢从拉木头开始 哦从拉木头开始 那是 嗯 这都是手工 你就记住啊 啊 这个手工干的活机器代替我 而且大爷您这价格他也功脑了 您这等于是给人算 这个不是按照这成品价值 您这也得算丁锅的价格 我觉得啊差不多得了 那都是 你说人家追着你这这么年 啊 死白了得干嘛 那您这等于也就是属于 钉一根钉子一块钱 完了木头钉了多少根钉子 开始这钉子算钱 不是 我告诉你这个钉子就贵 这根这钉子得一块 得一块呢 哦 哦 也是按照钉 那为什么这钉子贵啊 你本身那粗了 哦 粗了 那这1.2的 有1.5的 还有两个的呢 那您原来钉的那一块钱一根的呢 那一块钱一根的呢 那一块钱一根的是这种 哦 细的这种 哎 这这就不成了 这咱们1600根这样 这是1200多不到1300 你数不数我 一个 一个里头 一对 一对里头 确实 那您要一对里头是1300多根钉子啊 嗯 我不这么算成本不行啊 什么都涨价 你这东西怎么能啊 是啊 但是大爷您这倒不贵 人一听总价都觉得贵 但是一按这钉子算 那一块多钱一根 而且您这一根钉子也得钉好几遍呢 钉好几遍 打眼 对 主要是打眼啊 打眼太不见了 我天天每天 每天就固定啊 早上也就打两小时再也不能干 这也受不了 是啊 而且都说这八级前工不是都干不了吗 您这活儿 也不能这么说 人家比咱能的人有的事 人家不干 哦 就是说 干谁都 八级前工不干 但是说 干的时候必须得是脑子里头 属于是必须全心关注这件事 你得喜欢这东西 能说得下去